时光不牢 我们不在 唯一就是我 我是主播 雪曼 我们经常都会犯同样一种错误 那就是 把最好的脾气 给了陌生的人 把最坏的脾气 给了最爱自己的人 我们可以对别人很有礼貌 但却很少对爱自己的人 多一点的关心 多一点的爱 也许我们会这样 是因为那些爱自己的人 有信心 相信他们不会轻易离开自己 相信他们会原谅自己 却从来没有去想过 再怎么勇敢坚强的人 心里也会受伤 你知道吗 一个对你好 并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事情 他对你好 是因为在乎你 想要好好地呵护你 世界上 没有免费的午餐 也没有无缘无故地在乎 所有的爱 都是有目的的 但这些目的 却是一心之想为你好 面对陌生的人 也许你会觉得很有礼貌 但陌生人 却不会把爱给你 也不会在你危险的时候 停上而出 更不会在任何时候 都站在你这一边 哪怕你做的事情 是错的 他也会选择 支持你 相信你 有的人 嘴上对你好 但是当你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们却跑得很远很远 因为他并不在乎你的生死 对你的所有心情都不在乎 所以 也根本不需要去顾及你的心情 也不用为你做更多的考虑 而拉西在乎你的人 才会时刻多紧张你 时刻以你为重心 一个人的身边 有了真实的爱 才会真正地感受到温暖 有人疼的人 才会幸福 而这一切 只有在乎自己的人 才会给你 这样用心带你的人 你又怎么舍得丢弃呢 每个人活着 心中都会有一个新年 有新人的新年 便是身边那个最在乎自己的人 他们的存在 就像一种信仰 鼓励着自己前行 陪伴着自己努力 当然还是那自己最后坚强的后盾 拥有一个在乎自己的人 在你的身边 无论何时何地 你都不会感觉到孤单 任何时候 也不会觉得害怕 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 都会有一个人在身后保护着自己 我想 如果我是在乎你的人 我要渴望 不是你给我同样的在乎 而是希望你能够学会 好好 珍惜我 我希望你会永远地爱我 永远都不会舍弃我 丢弃我 我想要你明白 有很多东西可以丢 但丢什么 也不要丢去了 那个 最 在乎你的人 生命只是一辆单纯的列车 如果你在中途把我丢去了 当你后悔的时候 我也不会再回到你的身边 而你要承受那些痛苦和孤独 我也只能远远地看着 不能再和你分担 亲爱的们 希望大家 能够幸福 丢什么 也别丢了 在乎你的人 欢迎你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